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在外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与热议。作为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的王一博,可以说是非常敬重爱刚敬业,手持品牌的宣传杂志,在一张黑白海报上摆出一副很帅的姿态,很有风度,很有风度。但是看到他一身黑衣,侧身看着海报,眼神中充满自信和坚定,特别是他的五官特别精致漂亮,脸型非常非常立体,皮肤白嫩通透,真的是内搭掉顶。 与以往不同的是,王一博这次的品牌新图,多了一分冷酷和沉稳,或许这是品牌所要求的up level。 另外,他还介绍了香奈儿新产品系列产品新品发布会的邀请信,而邀请信上写着五个汉语单词王一博老先生,可以说成十分重视这位品牌形象大使。 据悉,香奈儿作为品牌形象大使,已花费大量金钱聘请多位明星担任中国品牌形象大使,但作为男明星的一个象征角色,王一博作为一位男星的象征角色,虽然没有太长的代言人,但是确实对香奈儿打开了男士奢侈品牌新的销售市场。 更有说服力的是,截至发稿时间,王一博这条新浪微博的内容总体数据信息一直向上攀升,短短的不上一小时,共享数37万,评价数十万,关注点赞数达到140万。 不难想象,王一博作为一位顶流男明星,总流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牌的形象大使,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。 对此,很多粉丝看到照片之后,无不惊叹其颜值之高,就算不是全身照,也不是正面照,单单就一个侧颜,就已经让人神魂颠倒,不能自拔。 因此,身为顶级奢华品牌之一的香奈儿是有眼光的,可以请王一博作品牌形象大使,的确赚足眼球。 十分值得称道的是,国庆期间还在认真工作的王一博,确实挺不容易,本来一年中就没有多少歇息的时间。 再加上行程安排上的安排,跑来跑去,要把十一架七改成一种奢求。